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集合第二部分 首先来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集合类型 字典Dictionary 那么字典它比较特殊 我们以往上节课学习的或者说其他的集合类型 基本上都是一个集合存储着一系列的对象 一系列的值 那么字典它存储的是一系列的见值对 那么每个值对应的唯一的一个见 那么见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见相对高效的访问到值 见是唯一的 大家注意 那么这就像每一个人对应着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对应着一个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那么通过身份证号码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是谁 那么就有点像这个意思 那么另外举个例子 为什么它叫字典 那见就像字典的字母 那么值呢就是字典里的单词 有点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通过见呢可以查到对应的值 就像查字典 那么这个字典有什么操作呢 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学习四个数量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字典里存储着多少见值对 那么添加的时候不是添加一个值 而是添加一个见值对 比如说一个名字对应一个宠物 那么通过名字我们就能找到这种宠物 那么删除我们也是可以通过键 值来是键来删除 比如说删除叫做汤姆的一只宠物 那么访问我们也可以通过键来进行访问 可以访问到他的值 所以说给我们集合的操作带来了更加的便利性 之前我们学的动态数组或者说数组 那么或者说list 我们只能通过什么呢 通过锁影来访问 那么但是我们学了字典以后 我们访问集合当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键来访问 那么使我们的访问更加灵活 同时这种访问它是相对高效的 效率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对数级的 那么我们先来实际操作一下 那么假设我们定义一个字典类型 字典类型 假如我们存放个stream 然后dog 也就是说我们宠物商店当中 我们每条狗的名字 假设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字典的集合 然后把所有的狗按照名字 进行登记 你有一个这样的对象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添加 比如说叫做A的一条狗 你有一条狗 也确实叫A 那么这样就在字典当中添加了 叫做A的狗 然后还有B和C B和C 那么然后我们怎么访问呢 我们可以通过名字进行访问 那么通过一个 如果是普通的集合 我们就通过012345这样去访问 如果是一个字典 可以通过它的值 那它的键来访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访问叫做A的狗狗 那么 我可以打印它的名字 好 非常方便 而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管理这些数据的 我们只需要使用它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这是字典的操作 当然字典还有非常丰富的方法供我们使用 那么我们简言之 给大家介绍这么几种简单的操作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二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集合是站 站呢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很特殊的容器 那么它是先进后出 后进先出的一种容器 就好比只有一个开口的这个羽毛球筒 我们把这个球一个一个放进去 那么然后但是最后放进去的 它只有一个开口 所以说最后放进去的球 那么拿出来的时候会最先拿出来 最先放进去的球拿出来的时候是最后被拿出 这就是一个站的特点 它就好比只有一个开口的一个羽毛球筒 大家记住这个比喻 那么站的操作非常简单 常用的也就三个 那么出站就是把羽毛球拿出来 入站 那么就是把羽毛球放进去 获取站顶的元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知道 假如这个羽毛球有编号 一个桶假如放12个球 那么这个站顶的元素假如就是12号 那么我们可以获取站顶的这个球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并没有把它取出来 只是获取到站顶这个球的数值 获取到这个数据 我们并不会把它从桶里取出来 出站 那么就是从桶里把这个球拿出来了 入站就是把这个球放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来从图形化的角度看一下 好 那么站的操作 入站呢 那么就是放入 比如说放宠物啊 我们这个 假如有个笼子 这个笼子是长条形的 是一个桶状的 是一个管道形的笼 是一个管道 那么我们先放入先放入一只猫 是吧 先放入一只猫 这个桶原来是空的 那么这个桶只有一个开口 我们先放入一只猫 再放入一条狗 那么狗就在猫的上面 这个猫非常不舒服 是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pop弹出出站 叫做 push就叫入站 那么入站的时候 它有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要知道 把谁放进去 是吧 就是放入的对象 那么出站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返回值 把谁弹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个引用 把这个出站的对象进行保存 然后对这个对象进行操作 pop 那么首先是空的 然后放入猫 然后放入狗 那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再把狗弹出来 pop 那么狗是后入的 因为只有向上的一个开口 所以把这个狗弹出去 只剩下一只猫 猫现在就独享这个空间 然后再把猫也弹出去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空的站 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代码 来实践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有个stack 它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范形的类 那么假如stack 出实话 等于我们这里只放狗 或者是放一只宠物吧 宠物类型 好 那么这个 我们首先要入站 就是push 放入一条叫做 A的狗 再放入 入站一条 叫做 这是冤家路展 是吧 只有一个口 然后他们只能从这个口进入 也只能从这个口出去 放入一条叫做 一只叫做B的猫 那么我们看看站顶的元素是谁 站顶的元素 我们用pick来操作 但是这个时候 元素还在站当中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站顶的元素是谁呢 Pet's name is B B B是后放入的 所以它处在站顶 这是一个 只有一个开口的羽毛球筒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进行出站操作 那么 假如我们pop 出站 好 那么 弹出来的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B B是后放入的 那么站里面是谁呢 此时的站顶元素 它就像个筒一样 此时筒的 最靠近开口的地方 应该放的是谁呢 放的是叫做A的猫 对吧 我们看看是不是和我们设想的一样 好 那么果然站顶的元素变成是A的猫 变成A 因为B已经被我们弹出去了 好 那么这就是站 其实也非常简单 是吧 但是如果要让我们用数组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这样是非常复杂 这就是我们用一些预定义的集合的好处 提高我们开发的效率 那么和站极为相似的一种容器是什么呢 是队列 队列呢是先进先出的容器 类似于两端开口的羽毛球筒 其实羽毛球筒一般都是两端开口的 那么我们放入羽毛球以后 那么从一端放入 从另一端拿出来 因为这个羽毛球 它是一端是一个击打的头部 另一端是个开放的羽毛的这个边缘 这个头部插入一根一根的羽毛 所以其实它放入和拿出的时候 放入这个头 小头放入比较好放 拿出的时候 小头拿出也比较好拿 所以说羽毛球筒一般来说 都是两端开口的 两端开口 然后一端放 另一端拿 所以说它是两端开口的 就像队列一样 就像我们排队 是吧 先排队的人可以先买票 后排队的人后买票 这站是 如果用站就极为不合适了 就是说先排队的人后买票 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但是站有站的好处 队有队的好处 这个队列有队列的好处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队列呢 它的操作就更简单了 就只有入队和出队 那么进入队伍 排队 那么出去 那你要等着前面的先出去 你才能出去 所以叫做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 从图上看一下它的不同 那么首先 我们这是一个空的队列 那么我们首先入队一只猫 猫要排队 然后入队一只狗 狗排在猫的后面 它是两端开口 上下都可以出 或者说前后都可以出 然后呢 出队 那么猫先进来 猫就先出去了 然后呢 再出队 那么狗后进来 狗后出去 那么最后又变成一个空的队列 猫先进 然后狗再进 然后猫先出 然后狗再出 是按照进的顺序进行出队 入队的顺序进行出队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看看这个队列怎么操作 也非常的简单 那么它也是一个范形的类 那么我们这次还是宠物吧 好 定一个队列 我们先要入队 入队就是 好 我们入队一个什么呢 入队一个叫做A的狗 我们把上面屏蔽一下 删掉 因为好多只狗都叫A 是吧 管理太混乱了 完全当叫A的时候 是吧 无数只狗在汪汪叫 我们完全无法分辨 到底是哪只狗 好 我们入队了三只狗 那么我们进行出队 好 入队的时候 它有一个参数 出队的时候 它有个返回值 对吧 那么我们用一个 PET 接收它 然后我们把它的名字 输出来 然后依次进行三次出队 我们会发现 ABC 进去的时候是ABC 那么出队的时候 出队的时候 我们运行 仍然是ABC 这个和我们队列的操作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其实队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的参数 很多的参数 好 那么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方法都可以使用 那么 假如队列可以有哪些实际使用的 假如 假如我们正在 做一个宠物的商店 那么在宠物商店当中 我们想要有些 顾客 想要购买宠物 那么可能就有一个队列的问题 那么谁先来 假如都想要一只牧羊犬 但是我现在 宠物商店只有一只牧羊犬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购买的下的订单 其实就是一个队列 那么谁先下的单 我就会先卖给谁 这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原则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 就讲到这里先